最近有一个摄影展非常特别 摄影师是来自花东的小朋友 他们用二手相机拍下自己家乡的故事 延长寿近几年来专心耕耘花东 三年前他推动了一项摄影教学计划 计划的一开始只打算募40台二手相机 最后竟然募到4000多台 有小朋友拍下家乡的金针花海 有人拍路上碰到的小猫咪 小朋友们从另类摄影课看到不一样的家乡 用镜头记录开满山坡的金针花海 或是抓拍荡着高速秋千笑脸迷人的小孩 一幅幅张力十足的摄影作品 摄影师都是小学生 一二三 这些来自台湾东部偏乡的小艺术家 透过相机的观景窗 加上独特的视角 介绍他们美丽的家园 这一群花东的小朋友 手里拿的相机是来自全台湾的爱心 近年智力偏乡教育的严长寿 2013年发起二手相机的募集活动 原本只要40台相机 最后竟然收回4000多台 这一堂摄影课格外有意义 部落需要故事 小朋友需要有工具 那么所以这个就这样子开始了 第一个阶段是 我们做 你在旁边看 第二个阶段是我们一起在做 那第三个阶段呢 我们推到后面来 由你来带头来做 那我们在旁边来看 来支援 校园摄影计划 从用二手相机的体验教学 到聚集16位来自台湾各地的摄影志工 带领孩子学会观察和构图 作品越拍越好 基本上如果说小朋友已经开始 会观察到光线的时候 那代表他在拍照这个方面 他的掌握能力已经非常高了 就像我们看到这张作品一样 他不仅是只有拍到形体 事实上他已经观察到光线 所以我会觉得认为说 这样的作品 那基本上他成熟度已经很高了 跟大人相比 小朋友的拍摄视角更是天马行空 这个是我家的猫 然后我刚好在路上 然后遇到这只猫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怎么会在这边 然后就拍了一张 觉得这一只猫很孤单 然后都没有人陪伴他 很像只能孤独的死去 孩子对周遭人事物的感受力 与观察力全部表现在作品中 让老师们惊喜不断 像马路不会有点想说 妈的相机去拍马路 那他已经观察到 有光有影 然后甚至马路 它的曲面的波幅度 所以他把它拍下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 算是一个小孩子的视野 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天真 很实在的一种观察 学校甚至将摄影 融入学校的国文和自然课 在这个过程中 老师也获益不少 我还是会很害怕 然后我就会找我同事 就是来帮忙这样子 那我同事就是 他是那种摄影很厉害的老师 那就是他就会有很多方法 去带小朋友 比如说设计一些情境 给小朋友去拍 偏向的孩子借由摄影 了解家乡的文化和美景 也成为学校长期发展的 特色教学 我希望看到随着这一次的 这个摄影展的延续以后 我希望看到它是一种示范 它是一种不是个人独行 而是众人共行的 一个最后的社会力量 一台相机开阔孩子的视野 真诚传达内心的希望与感受